孫慧雪、胡希文和男友羅宇軒 龐景峰、漫畫家黃玉郎等 齊序一個慈善活動 現場還展出阿雪和黃玉郎 為慈善首輝的無憂紅貓畫作 見到阿雪的畫作 是否想不到他的畫工原來有差不多呢 其實阿雪最近都有向藝術界發展 早前推出的Figure公仔 和今次的創作一樣走暗黑風 雖然是暗黑風格 但他希望傳遞的是滿滿的正能量 其實哭了一口 是因為我想大家都正視自己 有時內心的不開心 因為很多人覺得 我過了不要緊我沒事 但可能那個憂傷是未遇到的 未回復的 所以我想大家要正視內心的健康問題 尤其是這兩年很多人都不開心 就算我們打開新聞 經常都會看到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我就覺得這個精神健康的問題 大家都要很關注 還有要無論自己是不開心的一個 要著重 亦都要關懷一下身邊 有沒有一些不開心的人 就是要大家都一起去面對這件事 平時有沒有人說你是開心的 或是朋友有心事 會不會都會找你說 對呀 他們覺得我是超級正能量的 所以我的朋友他們不開心 都會找我聊天 和跟我聊天 他們說好像吃了一粒藥 就是有朋友那樣形容過 因為覺得好像那一刻立即舒服了 阿雪的藝術創作 早就得到百樂上色 邀請她開畫展和出繪本 至於為何遲遲未成事呢 讓阿雪告訴你吧 其實有很多人就邀請我 就是想我開畫展 或者出繪本 但是呢 我就 其實在前年開始了 但是呢 我就經常都 因為很忙就有推了去 但是我最近就想不行了 其實這件事我都自己最喜歡的東西 那不如 在這個人生裏面 都要舉行一個吧 所以現在就開始籌備 就是想真的要立定決心去做這件事 有什麼類型的畫 是一些卡通嗎 還是油畫 還是什麼類型 其實現在就想是油畫的 但是呢 我現在都還在思考究竟是要 大家 因為我自己喜歡一些暗黑風 哈哈 但是我又怕不夠大眾化 所以現在都還在思考 那個主題是怎樣 畫畫可以圖野性情 是一個很好的親子活動 阿雪都很享受 可以跟兒子閒時畫一下畫的 畫畫的就是天賦 遺傳了給兒子 這個兒子平時參加一些填飾比賽 都很多獎 是啊 因為我跟他一些親子比賽 有我指導 哈哈 開玩笑 就是跟他一起玩 因為平時他自己都喜歡畫的 我看他都畫得挺漂亮 所以我跟他一起參加 就想他有多些信心 很開心 都拿了三個獎 好像 平時你們家的活動 親子活動 都是有畫畫在內的 是啊 就經常跟兒子一起畫 是啊 而且透過在畫畫的時候 除了建立大家的親子關係之外 你又可以用他的興趣來教他其他東西 是 那是很好的